各位有個朋友叫Keef Mow 有個留言給我 其實有三個 我不是全聚讀 先讀他中間的歌詞 再讀最新的歌詞 我覺得大家比較明白他想說什麼 他就說 我一直對中國近代史感興趣 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中國可以改善14億人的生活 我在民主選舉制度中長大 如果你想與世界其他地方競爭 你需要一個類似大公知的系統 在大公司中你是根據驗證的能力 來選出領導者 在民選制度之中 你需要成為一個優秀演說家 知道如何可以說服別人相信你 誠實並不重要 因為大多數選民是不知道事實和謊言 一旦你當選你就必須為你的財務捐助者的利益工作 否則你可以忘記下一次的選舉 即使你想為自己的社會做什麼都好 也不能夠長期計劃 因為你可能會在幾年內 失去你的連任 你怎可以計劃好幾年呢 作為一個社會 最重要的目的是發治 經濟範圍 為普通公民提供安全 和福利 和幸福 中國仍然有機會使它制度比民主選舉更有效率 以確保強大和富裕的社會安全 讓中國公民擁有更好的經濟和財務未來 關於美國政治體系已經確定了 無論是好壞 我都是其中一員 中國仍然有機會找到一個更好的管理體系 來圖世界其他國家競爭 相信我 民主選舉制度將無法與類似大公司的制度競爭 中國管理制度類似大公司 是我的觀察 法治對於一個穩定的社會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 如果你想要強大的經濟 民主選舉是最糟糕的治理形式 民主選舉不能夠保證法治 南美洲國家完美榜樣 他們舉行民主選舉 但非常腐敗 南美沒有法治 他們有權勢的人統治 在美國媒體很多報導中國的現實 在美國媒體很少報導中國的現實 在他們的報導之中 他們真的扭曲了事實 他們報告中國非常邪惡 人們在中國是沒有自由 他們生活好像比囚犯還要糟糕 當然 真正的中國不是這樣的 在美國他們不需要關心中國的真相 經過這麼多年 我相信他們的政治目的 他們是想把中國視為敵人 否則 當有這麼多證據表明 中國不是他們所說的話 他們無法解釋為何人們如此盲目 讓我告訴你 如果你了解英語 並且觀察美國中國專家的討論 他們會對真正的中國的知識 甚少感到震驚 他們關於中國的現實 是如此的扭曲和充滿偏見 這可能就是所謂美國中國專家的真正目的 他們不希望美國公眾了解真正的中國 他們想欺騙好像我這種小公民 這就是現實了 中國將成為一個更法治的社會 這個需要時間 請記住 統治階級已經來自社會 為了與世界競爭 中國將成為一個法治的社會 這可能要等二十或者三十年 如果比較十年前 和現在中國 法治是否有很大的改善呢 我們需要看看改進 一些批評中國的人 是將一直在過去的人 他們的眼睛閉上 他們是無法看到新的發展 這就是他第一篇的文章 第二篇文章繼續是說 他觀察美國和香港的分別 我繼續讀牌 而且一次過是評他 說我如何看他三篇 第二篇就是 如果你對警察反抗 大喊或者尖叫 他可以保證 美國警察非常努力地打你 帶你入獄 如果你手上有任何武器 譬如有棍、刀 美國警察會毫不猶疑向你開火 如果有人不信的話 你可以來美國 嘗試在白宮門口阻礙幾天 看看你能懂得幾天 還好 還有記得在身邊帶一把棍或刀 我們會看到警察如何對待你 如果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件 發生在美國的話 美國警察也會採取類似的行動 美國警察裝備精良 無需召集軍隊 如果有人知道歷史 在天安門廣場期間 很多士兵被暴徒殺死 如果你試圖殺死 美國警察立即避殺 美國警察不會讓你有機會回擊 我沒有政治目的 我只是想讓人知道 從邏輯上思考 不要用感情或偏見來分析歷史 任何國家都不容許暴徒坦毀政府 包括美國 這就是現實 在美國有很多規則要遵守 如果你想抗議 你必須申請許可證 政府會允許你在某個地區的時間抗議 如果你試圖阻止交通 或者對美國的警察大哭大叫 祝你好運 我保證你會受到重創 如果你想在市政廳鬧時 你立即會被關進監獄 一些年輕人在香港所做的所謂 越黃山運動 這些行動在美國是不會容忍的 你會立即被捕 試著阻止白宮入口 你會立即被捕 如果你試圖抗議 你將會受到警察的重創 民主選舉並不是意味著 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 作為公民 你有義務遵守法律 這就是美國的現實 如果你年紀足夠大 你會發現 生活就不容易 你會意識到 經濟是社會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的經濟強勁 你可以賺到足夠的養家費 穩定的社會 對於中國這麽大的國家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 去南美觀察一下 民主的混亂 作為一個國家 你必須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競爭 它與大公司的競爭 沒有什麼不同 如果你擁有最好的團隊 你就能夠活下來 成長 相信我 中國政府擁有最稱職的團隊 從經濟角度來說 歷史上任何國家 都無法如此迅速發展 我沒有政治目的 我只是觀察事實 為什麼會出現某些戰 是因為中國正在迅速趕上美國 如果中國是英國 美國也將試圖打倒 美國是否盟友並不重要 這就是國際政治的現實 謝謝 最後讀了一篇 這篇是說 美國為什麼會是強大的原因 我先讀一下 很多人認為美國強大 因為民主選舉制度 這些人不了解世界歷史 也不了解美國的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很多公約發達國家被摧毀 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美國能夠出售大量的產品 還賺了很多錢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 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就是大英帝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大英帝國損失了很多錢 美國能夠將產品 銷售到很多國家 在經濟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 美國比英國更加強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大英帝國擁有從美國借來的大量債務 由於來自美國的壓力 大英帝國不得放棄很多被征服的土地和戰略位置 即使大英帝國是盟友 美國仍然不能將它擊倒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美國成為地球上最強的國家 因為它唯一沒有受到戰爭破壞的工業國家 美國成為很多國家的最大債權人 只有美國能夠為其他國家提供大量的資金來重建 美國成為最大的銀行家 最大的生產章 因為美國的工業沒有受到戰爭的破壞 因此美國產品成為主導的產業 美國利用它的強大的權力 迫使世界把美元作為國際貨幣 這就是它的力量的秘密 美國維持了最強大的軍隊 來強制包含美元的力量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原因 他們太過於複雜 無法在短時間內解釋 我需要寫一本書來解釋它 不過我不是正式軍事家 我只是想提供事實 讓人家可以了解真相和知識 由於歐洲和亞洲的戰爭 很多國家的科學家來到美國 他們為美國帶了很多先進的知識 德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科學技術最先進的國家 這些科學家有很多人在戰爭之前 戰爭之間或者戰爭之後 由於很多其他原因 就是美國 一旦美國成為科學發展的地方 就會吸引更多聰明人來到美國 一旦學校成為一個好學校 就會吸引很多聰明的學生去上課 作為一個回報 學校就變得更加好 因為它又有來自其他國家 其他學校的所有最聰明的首歌 在美國 我們有很多很差的小學 中學和高中 但我們有很多世界頂尖的大學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著名的大學 因為美國和世界各地 很多聰明的人來到這裡 加入科學界 這是跟民舉選舉制度無關 我非常感謝這位朋友 連續留了三篇文章給我 他的背景跟我很不同 我就 臨急抱佛腳 我的中國歷史 就是退休之後才開始慢慢看 有一段時間都沒有追上各位從學校之中學到的東西 所以我只可以憑我自己的直覺 還有憑我對科學的精神 繼續看各種事物 所以我看法會和很多讀文科的同學 或者是朋友會不相同 原因就是背景大家背景不同 所以看法會不同 第一就是中國現在的管理團隊 他的管理團隊就是由習近平一直熟下去 這些人都是在中國各地由農村造起 習近平就是從農村造起 一直爬上來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中間過了二三十年 這些經驗累積在美國絕無僅有 在任何民主國家都沒有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選領袖辦法 我很多時候強調 民主制度只是一種選領袖辦法 他不會保證一個國家是否好 從很多角度看 這位朋友他對國家的好 就是基於他是不是法治 是否可以讓朋友有財富有幸福 還有三樣的 看一看 沒有了 他有三樣東西 我讀完 第二就是要對不幸的人群有所幫助 第三要保持一個社會穩定 這個社會穩定包括沒有來戰 沒有對外的戰爭 那麼少人民可以在和平的氣氛之下發展 這是我的標準 每人的標準都不相同 因為大家的價值觀不同 但我相信我這個標準是比較客觀的 民主的問題 我同意民主不是最好的選領袖辦法 而對於國家來說 更加需要長遠的策劃 很多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去改 如果你沒有長遠計劃 那國家是很難向前走的 中國最無一快就是因為它的五年計劃 五年一個個五年計劃 一個接一個 每一屆的政府都盡力將上一屆定下來的五年計劃做好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另外一樣就是五年計劃的設計 不是政治推動 而是社會科學推動 中國大學裏面的社會科學家 盡心盡力為社會找最好的發展方法 然後經過五年時間的辯證 定下五年計劃 一步步推行 有辦法不快 這個中國進步法道是史無前例 這個說得完全對 至於講到美國的警察和平民關係 這位朋友說得很清楚 美國第一是因為人民要有槍械 所以警察很害怕 因此動不動就開槍 每年死在美國警察槍下的 是超過一千人的 每一年 每一年超過一千人 這個數字是非常之大 相對來說 香港的警察非常非常克制 可惜香港警察被人罵得很厲害 你如果嘗試操言 要在美國對警察 我包他一定開槍 他找一點藉口 就會向你施行很大的暴力 制止你或者向你開槍 這是現實 大家可以上網查看 這些影片到處都有 大家可以自己看 至於講到美國富裕 那你有朋友解釋的就是 美國是第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它是沒有受戰亂的地方 因此它就保持了它的工業能力 第二就是 當歐洲那些工業國家打爛的時候 它可以出資助 幫國家重建 因此它成為最大債主 因此它就可以利用這個債務 奪取它所有的東西 第三就是它的美元霸權 這個美元霸權 現在我們看到它就是利用軍事力量 維持這個美元霸權 而自從在它可用軍事力量維持 美元霸權之後 它由一個生產國 變成一個消費國 生產國當然辛苦 人們要真的勤力工作 你生產的東西出來 但你消費容易 消費就是賣東西 這是一個很容易做的事情 而它因為它的美元霸權 所以它可以這樣做 而它在初期 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推動美國的工業 進步的最大力量 當然是來自科學發展 科學發展正如這位朋友說的 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和後期 前中後 都很多人各種理由 逃去美國 使得美國成為一個很大吸引力的地方 因為大家有這樣的能力的科學家走在一起 大家互相碰撞出來的東西多 所以它成為最大的吸引力 因此有很多發明在美國發生 但這件事我覺得現在已經變緊了 中國將會是最大的發明人 在未來過一二百年 原因是第一 中國人多 十四億人 也是統一文字 十四億人 大家正在用同一個語言 同一個系統 同一個文化 第二 現在中國已經變成世界最大的消費地方 不等於中國要變成消費國 中國應該繼續維持在貿易上 盡量保持平衡的國家 中國不應該有太多的貿易順差 更加不可以有貿易易差 千萬不要重蹈美國這個消費模式 中國一定要維持一定量的生產能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中國會造成一個很大的中產階級 這個中產階級將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市場 因為成為最大的市場 就會吸引全世界所有的精英 來中國成果發展 這個就是最後的目的 當所有世界各國的聰明人 這個朋友說的聰明的學生 聰明的人去中國發展的話 中國自然就是什麼都好 發明的東西多 生產的東西多 這個我們希望 所以很感謝這位朋友對我的留言 我覺得他說話很適合 所以跟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